我選擇來台灣電書 是因為我身為華人 我想要更了解 親身體會自己的中華文化 而我被奮發到中山 我覺得是一個榮幸 我可以在這麼貼近美麗的大自然下 還有充滿國際氣氛的環境下念書 我真的大開了眼界 也以各種不一樣的經驗 豐富了自己的人生 我不是成績最好的那一個 但是我知道如何去策劃一個活動 如何撰寫計劃書 還有帶領團隊 還有很多社會處事的技巧 我絕對不是成績最好的那一個 但我依然為自己感到驕傲 台灣的宗教團體 做了很多的文化事業 還有很大的治國團隊 在世界來說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項成就 還有一項特點 在中山四年 辦公辦讀和獎學金 是我的學費 還有生活費來源 而大一的時候 有位學長告訴我 我要盲目地追求 一個小時九十五塊的公布費 所以只要你很認真念書 獎學金 可能就可以應付你 一學期的學長費了 那你就能夠更專注於 科研校 西春 一週郎 五十五 五十五 五十九 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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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五 十五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